黃世修語帶威脅台電荷能處長徐永輝 那有說就是您的身家安頓好了嗎 還嗆民進黨追殺他 那是否已經涉及恐嚇 國民黨朱立倫主席 你周邊的縣市長都反對 重啟核事 你還要支持這個案 同時還要縱容這種言語暴力的人嗎 公投辯論是講道理的地方 許處長本於專業而直指向國人同胞報告 何事不能重啟的原因跟危險 竟然遭到國民黨支持公投案領銜人的言語暴力攻擊 非常令人憤慨 我特別致電給他鼓勵 他也在辯論的時候說 攻擊不能增加核事的安全 而我們也要問國民黨朱立倫主席 你周邊的縣市長都反對重啟核事 但是你還要支持這個案 同時還要縱容這種言語暴力的人嗎 我也特別交代經濟部長 對於許處長相關的後續法律問題等等 都要給予全力支持 都要給予全力支持 對於許多人的信心 都要給予全力支持 都要給予全力支持 都要給予全力支持